大年除了天气舒适稳定 不管是回娘家还是出门游玩的民众 不管到哪里都塞 高工局预估全日车流量更是上坑320万辆次 比去年增加3%到5% 高工局分析到了下午3点过后 北返路段容易塞车 建议民众可以利用20号夜间11点到21号 隔天上午6点前的免收费时段上路 就能避开优色的时段 就建议你明天上午大年初三 就9点之前 就是如果是不符合高层载管制的话 9点之前来使用国道 那么如果你符合高层载管制的话 可以多利用明天上9点到下午3点的 高层载管制时段来使用国道 高工局指出出了下午3点过后 国道1号北上云林系统到园林 新竹系统到湖口 以及国道3号的草团到雾峰 都是容易塞测的路段 至于大年初三上午南下游玩的车潮 还是不容小觑 高工局建议民众 短程幽路人可以利用替代道路来行驶 如果说真的要利用国道的话 我们是建议南下 就是中午过后来使用 会比较好走一些 那至于说北上的话 我们就是呼吁尽量利用这个上午的时段 如果您不符合高层载管制的话 就是9点以前 市面有高层载管制的 可以来使用 至于初三路况 高工局预估在下午3点过后 不符合高层载管制的车潮 将会涌现国道 南北双向交通量 将会是春节连续假期的最高峰 预估会有330万辆汽的车潮 接下来我们新美式泰山采访报道